台海局势全球都高度关注 而英国金融时报在15号报导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跟欧盟的主委会主席冯德兰表示 美国试图刺激他攻打台湾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说 在2023年的4月冯德兰访问北京 习近平在跟他会面时表示 华府一直诱使他出兵攻打台湾 但他不会咬这个诱饵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也说了 习近平对于中国官员发出类似的警告 而金融时报报导 这些评论让人得以一亏 当前习近平对台湾的思维